此份教材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校园化学实验室的环境安全 其中以玻璃仪器为主轴 提供大家实验室中玻璃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认识实验室的风险 此份影片的内容有几个主题 分别为 玻璃仪器的简介 玻璃仪器爆破危害 玻璃仪器的防护方法 玻璃仪器的清洁与保养 还有玻璃废弃物的处理 实验室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要避免危险 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认识 危害和风险 1.玻璃仪器简介 首先我们先依照仪器的种类来介绍各种玻璃仪器 在大专院校国高中实验室中会有许多的玻璃仪器 因为这些玻璃仪器的透明特性 让实验人员还有学生能够直接观察到反应进行的相关现象 因此玻璃仪器成为实验室中常见的工具 那它的第一种类型呢 就是简单玻璃器皿 这个类型的玻璃仪器在国高中实验室中都非常常见 构造比较简单 包括烧杯 原底瓶 磨砂口瓶 培阳敏 滴管 两桶 U型管 敞拨管 等等 这些一般的玻璃器皿脆弱易碎 碎掉的时候形成的破口会尖锐锋锋利 可能让人员或者是学生受伤 如果有重要的血管部位遭到玻璃割伤 后果会相当严重 一定要注意小心 接着是比较复杂的玻璃装置 这些仪器呢 在大专院校中较为常见 它的结构比较复杂 价格也比较昂贵 那此种玻璃器皿 包括由多个磨砂口瓶 冷凝管 转接头 所组装成的分流与圣花装置 又或者说隔绝空气时 会使用到的苏伦克管线等等 这些玻璃仪器 上面常会装有许多阀门 来控制各类气体的进出 那也就会造成 仪器内常会有压力变化产生 所以操作的程序 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 以免发生意外 再来 有些仪器会涉及到高热 或高压的环境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 耐高热或高压的玻璃装置 来配合 如涂上的高温管制炉 它的工作温度 可能会达到摄氏700到1000度 如果使用的材料规格有误的话 在高热的环境下 就有可能会造成玻璃的软化 发生意外 因此 在使用这些装置 进行高压反应的时候 应该要使用 专用的高压反应管 绝对不可以使用 一般材质厚度的玻璃器皿 来进行实验 看完玻璃仪器的分类后 接着我们来认识一下玻璃的材质 在化学实验室中 常会有加热 冷却 或者是混合化合物的需求 因此实验室中所使用的玻璃器皿 必须比一般的玻璃 拥有更高的硬度 耐热度 还有耐化学辅持的能力 而相较于以二氧化系 和氧化钠为组成分的普通玻璃 加入氧化棚的棚细酸岩玻璃 它的热膨胀系数 只有3.3乘10-6次方 是普通玻璃的三分之一 所以更适合 拿来在实验室中做使用 下方的图表 就列出常见实验室玻璃的化学组成 还有物理特性 供大家参考 就物理特性上来说 Fiker的玻璃 比Pyrex更耐热 膨胀系数更低 适合化学分析 或高温管炉的使用 而对于抗酸碱的特性的话 Fiker比较耐碱 Pyrex比较耐酸 玻璃器材的材质 关系到它的耐热性 热膨胀度 还有加工性 所以使用的时候 应该要先知道玻璃的材质 以免错误的使用导致危险发生 还有研究设备的损坏 那分辨玻璃材质的方式相当简易 可以将玻璃器材做适当的倾斜 就可以看到器材边缘的颜色 如图中所示 食音玻璃就会呈现白雾状 而Pyrex玻璃则会呈现无色透明 此图为那玻璃和其他两种玻璃的比较 其中那玻璃的边缘呈现淡绿色的颜色 食音玻璃则是白雾状 而Pyrex玻璃则是呈现透明无色 这种倾斜的方法可以协助判断玻璃的材质 如果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别的话 可以寻求玻璃厂商来协助鉴定 2.玻璃仪器爆破危害 在使用玻璃仪器之前 有几项注意事项必须要注意 1.确定紧急吸引器和安全领域站的位置与动线 并且要佩戴安全护目镜 穿着食人衣保护身体 2.检查玻璃器皿是否有裂痕 有些裂痕非常细微 必须要仔细观察 3.检查玻璃器皿 是否有残存化学物质 如果使用未确切清理的瓶子 实验时瓶内残留的化学物质 可能会引发不可预计的反应 4.确认玻璃材质是否有符合实验需求 例如说反应温度、压力或酸碱性 而且应该要尽量避免使用大型的玻璃器皿 在检查裂痕的时候 要注意到玻璃器皿不一定有裂痕 就会马上发生碎裂 如左图的三角超频 它的上面有一道裂痕 而三角超频的本体状况 看起来完好正常 但这种情况下 就不应该继续做使用 那有些裂痕 不容易被发现 像是心状裂痕 小的心状裂痕 可以到非常细微 需要经过仔细的检查才会发现 当心状裂痕放大的时候 可能就会看到像是牛眼状的破损点 任何裂痕的存在都会使玻璃器皿变得脆弱 当有温度变化、压力变化或者是有载重负荷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让玻璃突然破裂 非常危险 当玻璃器上有明显裂痕的时候 就不可继续使用 尤其要注意磨砂接口处的裂痕 磨砂接口是两个玻璃器皿的结合点 也往往是承担硬力之处 接口破损就会使结合的强度降低 承受硬力的时候就容易破裂 而裂痕也很可能会延伸到本体 导致本体也会造成破裂 非常危险 如果有破损的情况 就应该要报销 不可继续使用 另外玻璃烧瓶或者是玻璃器具 如果有经过化学瓶的腐蚀 或者是机械刮伤 这都会使瓶身强度弱化 有此种破损的情况时 也不可以继续使用 减压系统设备也是一样 如果有裂痕或者是破损 就应该报废不再使用 调解完实验前的注意要点后 接着是介绍使用玻璃仪器时的注意事项 在使用玻璃仪器的时候 要持续监控反应温度 压力 搅拌子的力度 以确保玻璃瓶没有过热 压力过大 或者搅拌力度过大 而造成破裂 另外也要注意 反应进行时是否有反应品破裂 或者是化学品外泄的情形发生 那么在加热玻璃容器的时候 要避免快速的升温或降温 因为反应容器和玻璃的膨胀系数差异很大 快速变温会导致接触面的硬力过大 而造成玻璃破裂 最后实验时要全程佩戴安全眼镜 以防止玻璃器皿破损时 造成眼睛伤害 而除了玻璃上的裂痕外 玻璃本身如果有硬力存在 也很容易会有自发 或者是受到轻微外力 而产生爆裂 玻璃会产生内硬力的原因 是因为玻璃制造或加工的时候 快速冷却 而没有经过退火程序 硬力存在的玻璃 无法直接经由肉眼判断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两片平行的偏光片 来进行观察 有硬力存在的区域 就会因为光的偏折度差异 而产生双折射的现象 如箭头所示 右边的玻璃就会出现 类似彩色花瓣的图形 表示玻璃内有存在硬力 而没有硬力的玻璃 就会如左边的玻璃 呈现完全透明状 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左厨的玻璃管在偏光片的观测下 已有产生彩色的纹路 显示内部有硬力的存在 静置一段时间后 玻璃管就会发生自发性裂开 如右图所示 所以当玻璃经过加工后 最好针对加工处检查 是否有硬力存在 以确保使用的安全 大型的玻璃器材 因为退火过程不易完善 建议针对接缝 或者是弯曲处 做硬力检查 以确保安全 了解完玻璃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后 接下来来看一下实际的危险案例 案例一 不恰当搅拌器导致玻璃爆裂 某个博士后研究员 进行塑胶粒子搅拌磨碎的实验 他将塑胶粒子和水 中于玻璃研磨杯进行研磨 结果水容易 因为摩擦深热而产生高压 之后研究员想要将冒烟中的玻璃杯 放置于水槽带其降温 结果研磨杯在水槽中爆裂 而研究员的右手前臂 遭到碎玻璃化伤 大量出血 随后被送往医院 进行动脉缝合和微创手术 在这个案例中 研究生犯了几项错误 首先 他使用了非实验用的玻璃器具 来研磨 而且 没有注意到加水研磨 会生热而产生高压 而在做时间的时候 他也没有用卸压装置 来帮助玻璃容器卸压 而产生意外 案例二 水银温度计爆裂 某位学生在进行减压蒸溜的时候 水银温度计突然爆裂 水银漏进了蒸溜器中 产生喷溅 部分水银跑进了收集瓶中 所幸 没有水银外泄 由这个案例可以得知 就算是温度计 也可能会有破裂的风险 因此 使用前应该要先检查 水银温度计是否有裂痕 再进行使用 案例三 观测窗玻璃破裂 某位学生 于操作混凝土中性化实验的时候 将混凝土试体 放入混凝土实验枪体 封闭抽针空后 通入一大气压的二氧化碳 这个期间他没有注意到 二氧化碳的填充量 已经超过了设定压力 导致观测窗玻璃破裂 割伤了学生的下额和右手臂 之后他立刻被送往医院缝合 案例四 高低温差热胀冷缩产生压力 某位学生将化学单体储存瓶 置如液态弹中 因为气密法和玻璃 没有紧密接触 而使上方气体扩散至储存瓶内 又回温时没有泄压 单体储存瓶的压力过大 而导致瓶身破裂 学生的左手和胸口 有数处遭到玻璃化伤流血 左手与衣服也有被有机溶剂 和化学药品见尸 之后立刻被送往医院缝合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 另外一位同学身上 这位学生在从事实验的时候 玻璃瓶从低温 换至到室温时 由于操作的速度过急 玻璃热胀冷缩明显 瞬间爆炸 碎片插过了他的右手指 和他的左手上臂导致流血 案例五 玻璃突然破裂 某位学生在下午进行实验的时候 将烧杯进行秤重后 移动过程 烧杯整个底部断裂 割伤了他的左脚膝盖 立刻叫了救护车 送往医院紧急缝合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 有位助教在准备要给学生看的寄生虫瓶罐时 突然玻璃瓶罐整个爆破 左手被玻璃割伤 从第三到第五个案例当中 我们得知了实验时应该要注意 玻璃会因为温度或者是压力变化 有热胀冷缩而产生硬力 除了要注意玻璃的材质是否能应付温度 或者是压力的变化外 也要注意玻璃是否有老化的现象 并且定期更换 对有压力变化的系统 应该要有防暴保护 以免在实验的过程中 因为玻璃爆裂而受伤 在实验时任何一个疏忽 都可能造成玻璃破裂 而伤害到实验人员 这里就在说明几项防灾和建议事项 请大家特别注意 破碎断裂的玻璃裂口 非常的尖锐 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例如长波管 NMR管 等玻璃容器就很容易破裂 也很有可能会割伤身体 在旋转栓塞的时候 应该要用双手操作 以免扭断 如果玻璃器皿断裂的话 应该要进行修复或者是报销 还有 实验时应该要挑选大小恰当的玻璃器皿 大型的玻璃器皿 可能会因为重量过重 导致操作时容易发生危险 而使用冷凝管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管体的状况 以免在反应进行时 冷凝水进入反应器 造成意外 使用玻璃器皿做化学反应的时候 常见的意外 就是瓶内有压力变化 而产生爆炸 爆炸飞溅出的玻璃碎片和化学品 帮忙会对实验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 所以为了安全 反应进行的时候 应该要将玻璃柜的柜门拉下 如果反应的潜在风险比较高的话 可以再使用强化压克力防护罩 以降低风险 在操作玻璃仪器的时候 除了要对仪器做防护 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使用有内外压差的玻璃系统时 应该要设置防护网 以降低气敏破裂的时候 玻璃飞溅的伤害 而操作人员 也应该要佩戴护目镜来做实验 在实验室中所使用的玻璃容器 不少都会有磨砂接头的部位 以下介绍几种避免磨砂接头卡住的方法 1.在接口涂抹足够量的润滑纸 2.使用铁浮溶制的薄膜套 3.使用带有螺旋帽的磨砂接头 如果使用磨砂接头不信卡住的话 可以尝试下列的几种方法 1.使用适当的溶剂或润滑油 来溶解卡在缝隙中的药品 2.用超音波震荡器将卡住的接头正开 3.加热外层玻璃使容器膨胀 4.使用特制的拆除工具 5.请玻璃厂商来拆开 另外要特别注意 拆开卡住的磨砂接头 很容易会造成玻璃破损 或者是人员受伤 千万不可以使用满力 而且一定要清空反应瓶内的化学品 4.玻璃仪器清洁与保养 首先是普通玻璃溶剂的清洁 在清以前 应该要将玻璃器皿浸泡在清洁剂中半个小时 接着使用适当的刷子 搭配清洁剂来洗刷反应瓶 最后晾干并且分类收纳 再来是多孔烧结玻璃的清洁 烧结玻璃为多孔性玻璃 它的抗热性和化学耐送性 都比Pyrex玻璃来得差 所以不应该让烧结玻璃承受过度的温度变化 或者说直接接触火焰 它也不适合在酸性或者是减轻溶硬中浸泡过久 烧结玻璃器皿主要用于低压过滤 使用完后应该要立即清洗 由于烧结玻璃上面有许多的孔洞 所以清洁的步骤比较繁复 以下是建议的清洗步骤 一 先用刷子或者是擦拭纸 刮除烧结玻璃上所有残存的固体 二 用适当的溶剂搭配抽气过滤系统润洗 再用水润洗一遍 三 将润洗过的烧结玻璃器皿浸泡在适当的清洗液中 这样子才能将容易沉淀在孔洞上的化学物质彻底去除 四 浸泡完清洗液后 先用蒸馏水搭配抽气过滤系统 彻底润洗一遍 然后用吸氨水润洗 以中和酸性的清洗液 最后再用蒸馏水润洗 五 用丙铜润洗 以移除大部分的水分 六 完成后就可以晾干收纳 五 玻璃废弃物处理 最后一个章节 我们来介绍如何处理玻璃废弃物 我们先来看一下错误的范例 图中的玻璃废弃物已经在桶中堆积过满 这样处理人员很有可能会受伤 非常危险 那应该要如何正确处理玻璃废弃物呢 可以参照以下的步骤 废弃玻璃的处理 通常会经过碎化的程序 以减少占据的体积 由于玻璃是溢的材料 敲碎的过程中 常会发生飞溅的现象 为了避免细小的玻璃碎片飞溅而造成伤害 适当的处理步骤为 一 先将破裂的玻璃器皿 集中于桶子中 二 由于废弃玻璃需要经过碎化的程序 所以要在桶子上套上一个较大的厚塑胶带 降低玻璃碎化的时候 因为玻璃碎片飞溅而受伤的风险 三 以木棒或铁棒将玻璃器皿敲碎 如果有飞溅出的玻璃碎片 应该要再倒回铁桶中 集中处理 另外处理废弃玻璃的过程中 需要穿戴手套和护目镜 以避免割伤及刺伤的状况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目镜